遇见山庄乱纷纷,山茶八重难断魂,从容对阵出流香,妙招巧破杜夫人。 山坡下的一片杜鹃已经开花了,远处的青山被春雨洗得清脆如玉, 一双蝴蝶飞入了花丛,又飞出来,庭院寄寄,仿佛已在红尘之外。 楚流香盘起了一条腿,坐在长廊外的石阶上,几乎不能相信自己,真的已经到了遇见山庄。 没有人能轻易到这里来,就算那些身怀绝技,自视绝高的高手们,也没有人敢望月雷翅一步。 近年来,遇见山庄的威名之圣,几乎已经超越了江南武林的三大门派,四大世家。 可是他,现在坐在这里,他看到的却是一片明媚淡雅的春光,完全不带一点剑拔弩张的肃杀之气,更没有警卫森严的样子。 楚流香用一根手指摸着鼻子,心里已经不能不承认遇见山庄的这位主人,确实有他了不起的地方。 杜先生确实是这样子的,他是个非常神秘的人,就像是奇迹一样,忽然崛起于江湖,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往事和来历,除了他的亲信,也没有人能够见到他。 但是,每个人都知道,他在暗中统帅的一种极可怕的力量,他的下手之中很多,那都是久已未在江湖之中出现的决定的高手。 他们跟着他,就好像一个痴情的少女,跟着他痴情的情郎,随时都可以为他去做任何事,随时都可以为他去死。 那么,这位神秘的杜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呢?究竟有什么样神秘的魔力呢? 主流香已经在这儿等了很久了,只有他一个人在等,没有胡提黄,因为杜先生只答应他一个人。 长廊尽头,终于传来了一阵轻缓的足音,一位穿着脱地长裙的妇人,用一种非凡优雅的风姿走过来了。 他的年华虽已逝去,却绝不愿用脂粉来掩饰他眼角的皱纹。 他的青丽弹哑就像是远山脉那一朵朵幽幽的白云,可是他的眼睛里却带着一种阳光般的明朗的自信。 主流香忽然,仿佛变得吃了,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,也从来没有想到,一个女人在青春消逝之后,还能保持这样的非凡的美丽。 主流香忽然,他带着微笑看着她,她的声音也同样的优雅。 前夕雨才听,香帅今天就来了,正好赶上了花开的时候。 最可惜,香帅不是来赏花的。 主流香,绝不让自己的眼睛去看她的眼睛。 他说, 我知道,杜先生一向很少见人,可是他已经答应见我了。 我相信杜先生绝不会是个言而无信的人。 是啊,我也相信他不会的。 哈哈哈哈哈哈,他焉然而笑,接着说,因为,现在你已经看到他了。 什么? 主流香抬起了头,吃惊地看着他。 你,你就是杜先生,我就是。 他微笑着说, 现在你总应该相信,我至少还不是个言而无信的人吧。 光滑的快木地板上,摆着一张古风的低机, 瓶中斜插着三五朵白色的山茶,已经开出有八片瓣的茶花。 主流香没有看会儿,他在看着坐在他对面,紧堆之上的这个神奇优雅而美丽的女人。 现在,他就算用尽所有的力量不让自己看都不行,就算咬他的眼睛离开他一下,都觉得困难得很。 杜先生说,我知道,我知道你一定觉得很奇怪,其实一个女人被称作先生,也不能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,因为男人有时也会被称为夫人的。 战国时,就有位助见的大师,叫做徐夫人。 主流香又盯着他看了半天,忽然说, 你从来不愿见人,是不是因为你不愿意让人知道你是个女人? 也许是吧,杜先生淡淡地微笑,接着说。 也许只不过因为我不愿意让别人像你这样的看着我吧。 储流香没有笑,也没有摸鼻子,可是他的脸居然红了。 如果胡铁花看到他现在的样子,一定会大吃一惊,要储流香脸红,那可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简直就好像要拉住一匹骆驼穿过了针眼儿一样的不容易。 幸好,杜先生并没有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,他只问储流香。 我也知道,你一直忙得很,这次为什么一定要来见我呢? 是不是因为矢天王和御剑公主的婚事呢? 不是。 储流香决心要把自己的大男人的气概表现一点出来了,所以立刻大声说。 你就是要把八十个公主嫁给矢天王,也跟我完全没有关系。 是吗? 那什么是跟你有关系呢? 我只想帮我一个朋友找到他的女儿,一个曾经被人装在箱子里偷走的女孩。 我相信他一定在这里。 廊外的春风温柔如水,春水般温柔的暮色已经渐渐地降临了。 杜先生静静地看着瓶中那白色的山茶花,他的脸色看起来也好像一朵朵有八片瓣的茶花一样。 唇呀,清丽,一片片一半半一重重,跌在了一起,花瓣忽然散开了,他的手指忽然轻轻一弹,那花瓣就散开了,花雨缤纷,散落在储流香的眼前。 散乱了储流香的眼,他的手指已经粘起了一根花枝,花枝一斜,刺向了储流香的双眼。 没有人能够形容他在这一瞬间使出的手法,无法形容的轻巧,无法形容的优雅,无法形容的独牢。 一种几乎已接近完美的独牢,人间天上,或许也只有这样的一个女人才能使得出这种手法。 储流香的眼睛如果真被刺瞎,也应该毫无怨由了,因为他已经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女人,他这一生看见的够多了。 白瓷子的酒堂上,用柴又绘着二十多牡丹,这是真正的花雕,二十年沉的铁顶的花雕。 胡铁花,饮尽了一滩,一滩已尽还有一滩。 花姑妈问,你为什么不再喝了?你也应该知道,能够喝到这种酒,那是很难得的。 好酒难得,好友更难得。 胡铁花敞开了一心,大马金刀地坐在一个花棚下的一张石桌前的一个石凳子上。 要是那个老臭虫知道,有这样两坛好酒被我喝光了,不活活地替死才怪。 老臭虫变成死臭虫就不好玩咯。 怎么,你要留一坛给他喝? 不是给他喝,是陪他喝。 他喝酒虽然比倒酒还快,我也不慢呢。 他喝半摊,我也不会少喝一点。 所以他喝起半摊的时候,我就喝了一坛半。 花姑妈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,又用一种很特别的声音说,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来呢? 那,那,他为什么不会来啊? 为什么? 本来已经有了几分醉意的胡铁花忽然清醒了,一双眼睛忽然又瞪得比牛铃还大。 我肯替你们做这件事,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坏事,要是我不能在五月初五之前把公主送到史天王那里, 那个狗屎天王就一定会杀过来,就算你们能够击退他,这一路上的老百姓血就要流成了河。 可是,可是,你们只要感动楚留香,我就先把你们这个地方变成一条河,一条血流出来的河。 花姑妈没有说话,她很少有不说话的时候,现在居然没有说话, 因为,远方忽然有一阵飘飘渺渺渺柔柔悠悠悠的琴声传过来了, 一种无论任何人都能听见,都会变得暂时说不出话来的琴声。 一朵花开放的时候,是不是也有声音呢? 有谁能够听得出,那是什么声音呢? 花落的时候,是不是也有声音呢? 花落无声,长段亦无声,有声即是无声,无声又何尝不是有声, 只不过通常都没有人能够听得清而已。 花落的时候,又是起飞,也像是断肠时一样啊。 琴声断肠,八重半的白色的山茶花,一片片的飘落, 飘落在光亮如镜的檜木地板上,飘落在楚流香的西边。 剑一般的花枝已刺在他的眉睫之间, 这一次,那已经是剑术中的精粹。 所有无法无相,无情,无义无命的剑法之中的精粹。 这一剑,那已经是禅了。 禅,无情,禅,无理,禅亦非禅,非禅也是禅,非剑也是剑。 到了某一种境界的时候,非禅的禅可以令人悟到, 非剑的剑也可以讲人刺杀于一刹那间。 可楚流香却好像完全不明白, 他连动都没有动,连眼睛都没有找, 他好像完全不知道这根花枝能把它刺杀于刹那间。 一坛之间,已是六十刹那。 如果这根花枝刺下去,那么在一坛之间, 楚流香,已经死了六十次。 琴声断肠,天色渐暗。 花姑妈看胡铁花, 神情忽然变得异常的温柔, 真的温柔,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他那样的温柔。 你醉了, 你喝的本来就是醉人的酒, 你本来就应该知道你会醉的。 一阵风吹过, 一半花飘落, 花姑妈悠悠地说, 花会开也会落, 有花开时, 就应该知道有花落时, 因为花就是花, 既然不能不开, 就不能不落。 这就好像我们这些人一样, 应该醉的就非醉不可, 应该死的也非死不可。 蝴蝶花忽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醉了, 也不知道是因为琴声, 还是花姑妈的声音, 也不知道是因为酒, 还是酒中某一种醉人的秘密, 竟在这个他既不能醉, 也不会醉的时候, 让他醉了, 可是他还能听到花姑妈说的话, 花开花落, 人聚人散, 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啊, 她的声音之中确实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, 人在江湖, 就好像花在枝头, 要开要落, 要聚要散, 往往都是身不由己的。 一刹那的时间虽然短暂, 可是在某一个奇妙的刹那间, 一个人忽然就会化成万劫不复的飞灰, 落花也会化作香泥, 现在天色已经渐渐的暗了, 落花一走, 千千万万的刹那都已经过去, 见一般的花枝, 却仍然停留在楚流香的眉睫之间, 居然还没有刺下去, 忽然间又有了一阵风吹过, 落花忽然化作了飞灰, 飞散入渐暗渐浓的暮色之中, 那一根随时可以将它刺杀于飞灰之中的花枝, 一寸寸的断落在她的眼前。 这不是奇迹, 这是一个人在经过无数次危难, 所得到的智慧和力量的捷径, 八重瓣的山茶花飘散飞起的时候, 她的知语瓣就已经被楚流香的内力, 变成了有形而无质的像, 虽然仍有像, 却已无力, 杜先生的身色没有变, 没有一点的惊慌, 没有一点的恐惧, 因为她知道宝剑有双风, 每当她认为自己可以散乱对方的心沉与眼神的时候, 她自己的心沉与眼神也同样可以被对方所散乱, 这期间的差别往往只不过在毫厘之间, 如果她对了, 她胜, 如果她败了, 她也甘心, 我败了, 杜先生对楚流香瘦, 这是我第一次败给了一个男人, 无论是圣还是败, 她的风姿却不会变, 既然我已经败在你的手里, 随便你要我怎么样都没有关系, 楚流香静静地看着她, 静静地看了她很久, 忽然站起来, 大步走了出去, 平原济济, 夜凉如水, 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, 夜色已经笼沙了大地, 但是空中, 已有一弯银沟般的新月升起, 等到楚流香再回头去看, 她已经不在了, 可是琴声仍在, 优柔断肠的琴声, 就好像忽然变成了一个新月般的钓鱼钩, 楚流香就好像忽然变成了一条鱼, 杜先生为什么要杀她, 为什么不让她见焦灵的女儿, 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, 她看得出, 杜先生对她并没有恶意, 可是在那一瞬间却要下决心, 将她置之于死地, 在她发现已经惨败的时候, 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来阻止楚流香, 随便你要对我怎么样都没有关系, 在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 她的确已经准备承受一切了, 她的眼睛已经很明白地告诉了楚流香, 一个中年女人刻着已久的激情, 已经在这一瞬间毫无保留地表露出来, 惨败的刺激就好像是一把快刀, 已经剖开了她外表的硬壳, 在那一瞬间, 楚流香也不知道多少次想伸出手, 去接她的遗经, 都被你erc于是不阶光的所在, 留下来的阳台飞操作, 当然学出手的无保留上的背景, 我们在一看之后还是很重要的颜色,